治齿会疼痛呢 我们说的治齿就是 因为它是在病人的口腔里面 是不能蒙出到一个正常的位置的 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治齿就会长得是五花八门 像我们照片看的来说 简单的呢 就是它就蒙出一半 它就远中是有一个盲袋 这种比较简单 比较多的一个过程 这样一个盲袋的过程 一个地方就容易引起 食物的堪塞 细菌的残留 所以它就一个发言 还有一些呢就是 它甚至是在照片上我们看 它甚至是像斜着掌 甚至是党长 水瓶这样一个掌 蒙出的这样一个状态都会有 所以说要千奇百怪 而且主要是因为这个 治齿的位置呢 就相对来说比较在后面 很多人清洁起来比较困难 容易引起这个烟壶的反射 所以这个地方都会 反反复复复的会出现发炎 并且做到这个地方 再次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次完结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